親身直飛紐西蘭 帶你見識著名玉馬場 探訪星級總馬 還有大家很掛念的馬王 爪王鱗羽最新近況 立即放眼馬世界 歡迎大家收看放眼馬世界 這個馬季 由我梁浩賢主持的海外賽馬系列 除了會帶大家 飽覽世界上頂級的大型賽事之外 大家看到了 在我身邊還多了一位 近期人氣爆寫 美貌與智慧並重的新拍檔 黃遠曼Ice 對, 大家好 今集開始 我會正式投入賽馬的世界 和你們一起跳出香港 去環遊世界馬壇 說起遊世界 我知道浩賢你在暑假期間 真的親身跳出香港 去了一輪紐西蘭 是的, 這個暑假的確 我去過一次紐西蘭 大家都知道 紐西蘭是以農產品辭名的國家 但其實他們的純種馬質素 在世界上亦是首屈一指 而且亦是很多香港頂級名區的家鄉 這次這個旅程 我曾經去過很多大型辱馬場 和馬房探訪過 還有順道也探訪過一些 香港馬民熟悉的老朋友 聽起來好像很吸引 有片子看嗎 這個節目叫放眼馬世界 一定會虧待大家 在這個旅程中 我確實拍了很多精彩的片段 回來給大家 事不宜遲 立刻跳出香港, 放眼紐西蘭吧 這個地方挺特別的 有巨型馬匹雕像 但又不像是馬場 我知道了, 這裡一定是玉馬牧場 沒錯, 這次的紐西蘭之旅 這就是我第一個去到的地方 它叫做Campbridge Stud 劍橋玉馬牧場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的英文字 Campbridge劍橋 可能會令大家聯想到英國的劍橋大學 事實上, 英國的劍橋大學 就是一塊世界知名的作育英才的地方 來到紐西蘭 這個劍橋其實來頭也不簡單 因為在我身後這個劍橋玉馬牆 就是作育了很多馬英才的地方 而大家很多熟悉的朋友 其實現在也在劍橋玉馬牆裡住 他們是哪幾位, 馬上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熟悉的朋友? 讓我猜猜 一定是他 這匹馬就是我們的香港前馬王 爪王鱗魚 真棒, 果然快而準 在我心目中 爪王鱗魚可以說是馬王之中的馬王 除了因為我2005年有親眼看著牠 如何歷牠法國馬後, 自豪的來犯 碰走香港杯雲燈世界馬王寶座之外 2007年, 牠在杜拜斯帕馬場 贏斯馬經典錦標的時候 我還感動得幾乎哭出來 今天來到劍橋玉馬場 天色不太好, 天氣也不太好 下雨 不過不要緊 今天我們主要來都是探望一位老朋友 而這位老朋友, 我們香港馬迷都很熟悉 就是我身後邊這匹馬 就是香港的前馬王爪王鱗魚 爪王鱗魚退休之後 來到劍橋玉馬場之後 過著退休的生活, 移養天年 大家看看牠 雖然牠已經沒出賽很久 但仍然這麼精神 體態仍然很健碩 至於爪王鱗魚移養天年的情況 不如就由玉馬場經理 Marcus Corbin告訴大家吧 他曾經去延拜, 他很熟悉 但他經常跟著他有一個朋友 他有自己的床 鱗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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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鱗 保持自己很溫暖 如你今天看到, 他有很多重量 而且他愛恨恨 浩然, 這裡的規模 雖然沒有劍橋玉馬場那麼大 但也沒可能只有一匹馬那麼少 你去到這麼大的牧場 帶我們看過這個就王寧羽 我覺得有點不夠猴 你是不是先吞泊? 怎麼這樣, 拍檔 當然不是, 好東西陸續有來 是? 你看看那邊 哪裡? 來到劍橋玉馬場 大家都會想到 冠軍總馬錫鏢一定在這裡所在地 沒錯, 的確我後面的一匹 就是冠軍總馬錫鏢 今年他年紀都很大 其實已經24歲 但多年來他的確 為這個南半球的賽馬界 都南下不少漢馬功勞 香港方面起碼有包裝大師 還有現在的貝利高 都在較高班次 而在紐西蘭、澳洲 更加是良驅背出 曾經起碼包補這個 墨爾半杯冠軍的神威 和姿勢堡等等 都是石标的出色指示 你好像說漏了兩匹 很重要的石标指示 其中一匹當然是爪王鱗魚 而另一匹就是澳洲 一代馬王八邊營 我還知道八邊營 當年在澳洲 是一共贏過十項的一級賽 戰績相當標榮 說得對 還記得八邊營 當年跑色尼打比的時候 在白德文化下 抹奪力距令一澳洲經典馬王神聖 過程真的刺激萬分 這場賽事 到了現在還有很多馬迷記住 除了石标之外 劍橋玉馬場還有一匹總馬 跟香港的賽馬息息相關 鏡頭看到的這匹馬 就是他們現在的王牌總馬之一 Keeper 在我身後這一匹就是總馬Keeper 大家都挺熟悉的 因為相信香港的馬迷 對他的指字都不會陌生 例如好日子、紅跑車 奇蹟甚至新領袖等等的馬 全部都在香港會贏得馬 而且好日子還在香港贏過三級賽 Keeper來到目前為止 在紐西蘭的配種排行榜 已經上到第三位 由於他的配種日子 遠遠不夠石标那麼久 相信他還有大量的進步空間 大家一定要記住 Keeper的指字來到香港 大部分都可以應付法國的賽事 所以這批Keeper 相信接下來 還有更多出色的指字 運到來香港競賽